姐姐 姐姐 弟弟的下午叫高睡醒 三个姐姐就跑出去玩去了 我们现在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我就找你们三个人了 不是说要去吃炸串吗 在哪弄的小猫 那个粉丝在路边捡的 去过城了已经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两个亲戴哥们去那个宠物店里头 让人家那个阿姨给他去的 这么好心的呀 是他吗 对 不要躲呀 这只小猫好可爱呀 咱们的粉丝好有爱心呀 送回家吧快点 这只小猫咪也太小了吧 他离开妈妈的话 我们也养不活呀 你捡那个小猫的时候有老猫吗 有呀 那还是放到他妈妈跟前才能养活 太小了我们养不活 他说那个猫子可能还能活 是吧 关键是他猫妈妈的话肯定着急呀 我觉得你们还是先给他送回去 如果不行的话再带过来我们给他养 行吗 那我们先回去看 妈妈妈还带不去 哎好嘞 你看这就是小奶猫呀 才十几天呢 他肯定离不开妈妈的 他抱走了 妈妈肯定在那急着转圈圈呢 我们准备先给这个小猫咪喂点奶茶的奶粉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对没找到 没找到还是让粉丝先带回去吧 妈妈妈肯定着急的 行 刚才那个粉丝说他捡着这个小猫的时候 是看到老猫把那个小猫叼在这路边 然后老猫走了就不管了 然后他们就捡过来的 这只小猫还是在他们的小区捡过来的 我现在让他给送回去 估计那老猫呀 是把这个小猫放下去找食物去了 老汉 你把那个小狗给这个哥哥让他带回去 行吗 你先带回去 在哪里捡呢 放到哪里去 我捡了 不是你捡的 对 是他捡的 行不行 你先带回去啊 好 拿着吧 我本来想跟他喂点奶粉呢 奶粉没找到 我们刚好准备出去买炸串吃了 你跟我们一起去呗 走吧 刚才那两个粉丝他们回家了 他们说妈妈六点让他回家 本来想留着他们在这边吃晚饭呢 他们也不愿意 我们现在去买炸串去 我们小区能有这么好吃的一家店 简直就是太幸福了 上面全部都是素菜 下面全部都是荤菜 你看小弟弟还要选呢 选了两个炸串 炸薯片 每次都是拿的吃过的 这次拿没吃过的尝一尝 没吃过的都不好吃 没吃过你怎么知道的呀 看样子 尝一尝嘛 那次有多棒 我觉得得考上每次必来 我要的年糕棒 来两串肉肉 这样的肉肉肯定好吃 一样拿一串 哇塞还有小油条呢 来两串 这个西满汤汁肯定很好吃 来三串 这个金针菇 每次都正中强强的吃 多来两串 这个是我的最爱 烤面筋 你们要吃吗 要吃 来两串 蘑菇最后四串 全部包圆了 这个也是 这个肯定也好吃 西满汤汁 海带木耳 各来一串 这个炸馍馍还没吃过呢 来两串尝一尝 再来两串爆菜 这都是我们选的呀 嗯对 妈爷选了四盘子 我本来还想炸那个鸡索骨呢 还炸不炸 炸 今天让你们一次吃个够 行 帮我们炸这四盘 这个家伙一饿就胃疼 来先吃一串吧 垫一垫 一口下去 立马不疼了 疼 这两个家伙也饿得不行了 中午让你们吃馒头 就是不吃 我吃了一半 你看老大 还胃疼呢 这鸡索骨也太逮地了吧 都流口水了 这边一边吃 那边还在炸着呢 看过等于吃过 看看这满满一大桌 太香了吧 吃辣串是我快乐 吃火锅的时候 经常吃这个西枝小油条 炸出来的还是第一次吃呢 它不像火锅里面吸满汤汁 这个味道也很好吃 上面这个酱味特别的浓郁 这个年糕饿鸡饿鸡的 今天绝对是实现了炸出来自由 有没有超级爱吃这种垫肥肠的 我就特别爱吃 那个泡面呢 他也爱吃 对 塞牙神器 今天吃了肯定过瘾了吧 过瘾 吃这一次可以管多长时间 管一根字 他还说一个月呢 一根七一根七 我尝这个小馒头好不好吃 老三你快点吃呀 塞牙了 你吃鸡针菇吃的 很多家心的 好吃吗 很多家心还很甜的 姐姐 姐姐给你吃的 嗯 啥也别说 就听这个声音 咯唧咯唧的 是不是比吃肉还香呢 那我刚想说呢 这个就是那种面皮一样的 吸满汤汁简直真的是绝了 等会给这个小弟弟炒两个鸡蛋吃 这些东西他也不能吃 如果要是半夜12点吃这个夜宵 那就更过瘾了 夏天的高光时刻 凉皮炸帅 鸡酒小龙虾 5块钱是饱 10块钱是好 抓开嘴巴 好吧 我们要好好享受这烟美食 拜拜